今天我来到了板桥花市 最近迷上了多露植物 所以来板桥花市看看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多露植物 好带回家 那若是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兴趣 帮我点点订阅按赞谢谢 先来看一下 沙漠玫瑰 没有看到多露植物 好娇小 一盆三十四平一盆 这又是另外一摊的多露植物 这个就是彩色的堂硬 这就是我想要玩的 这个就是彩色的堂硬 这就是我想要玩的 那是这种的呢 这个350 这350 还有更大的800 硬直摆上面是800 这个实际名称叫什么 堂硬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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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200只剩下这一颗 对不对 还有其他颗吗 这颗弩布拉 也很特别 要了我要的一盆堂硬井 这盆也蛮特别的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来问一下 找一下老板娘 刚看到了很特别的 秋海棠 它是官业的 它不是光花的 很漂亮 所以它受阳之后 它会红或是变银色是不是 对 它就是颜色 它只要 它蛮耐阴的 它一点点阳光给它 哦一点点阳光就可以 哦哦 对 因为它会银色慢慢变成红色 哦从银色慢慢变红色 那所以说哦 这个就是银色慢慢变红色的状态 那也是有那种亮光吗 对 像有点银粉 对对对对 对 就只买到了一盆多肉植物 也找了好久 总算有找到 唐硬铁 这边的兰花 一盆一百五 双梗的两百五 我们回到家了 这就是我刚刚在板桥花市 买的唐硬井 锦是锦绣前程的锦 因为它这是有彩叶的 所以它价格比较贵 然后若是一般的情况之下 它就还蛮便宜的 大家看一下一般的糖印 它就是直接就是叶端 它是红色 然后上面有粉末 它那个粉末千万不要用手去碰 它那个粉末如果你把它碰掉 它叶面容易来 然后它比较奇怪 它们的属性是冷风吹 它会变红 或是你照太阳 这就是一般的糖印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条纹彩叶的糖印 所以说观赏价值 价格 因应它的页面所呈现的视觉 会决定它的价钱 那还有一盆超大盆的糖印 这是在过年前一周去华氏买的 这一大盆才250块 非常非常的 CP之高 而且可以讲说是赚到 很大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你帮我点阅 按赞 谢谢 其实呢就是爱上了多肉植物 所以你现在看到大颗的糖印 它如果说红色的话 它就是夜段 这边会整个呈现红色的 还蛮喜庆 最近因为爱上多肉植物呢 所以我这边总共买了13盆 后续如果看到比较特别的 会再 慢慢买 这一个 这一盆也是多肉的 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因为它们的名字有些都还蛮奇怪的 那像这一颗 这一颗多肉叫做巧克力 它似乎不能太接受阳光 接受阳光它原来的巧克力的颜色就是很深的 就会变成绿色 就像莲花 它就像慢慢松立开的莲花 也很漂亮 但是因为接受了阳光 它就慢慢的长高 还有这一盆 我也很喜欢这一盆 花团锦簇的 反正就很喜 讨喜喜气 然后它越照阳光它的根部那边 你们看到它们会呈粉红色 然后就满满的 像绽放的莲花一样 就超喜气 这个也是另外一颗巧克力砖 它原来没有晒到太阳 它颜色就是这样 晒到太阳呢 它就慢慢变绿 就像这样 然后这一颗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就肉肉的 还蛮可爱的 就很 飽和 飽食的这样子 那烟端呢 也有点像 花吧 花形 还有这一颗 我也很满喜欢这一颗的 它这一颗呢 如果它照到太阳呢 它的叶圆这边 会变得 粉红色 然后就会越红 然后呢 会变红 就黄绿红 橙枝 就这样 然后这边是它长出来的小颗 小颗的 也是很漂亮 它的叶末梢这边 它是呈 红色的 暗红色 然后翠绿加暗红色 很漂亮 它本来我带回来的时候 它是 页面是整个平坦的 就是 类似像没有 开花的莲花 但是当我照了灯之后 还有 阳光接受 它就整个爽了一起来 很漂亮 非常漂亮 就绽放的莲花 这是另外一个 多肉之物 也很漂亮 很翠绿 很饱和 页面就像一颗 豆子 碗豆 很饱和的碗豆 很漂亮 它也长大 如果你喜欢今年的影片 欢迎你帮我点点 订阅按赞 也是分享多肉之物 还有一颗这个 这一颗跟这一颗 是不是一样的 可是感觉不一样 它是比较 页面是比较长圆形 但是它是属于圆大型 大家都长得很好 长势非常好 那我现在要来说说这颗了 这颗其实很漂亮 但是它长的速度非常的缓满 它就是类似像石莲花 但是它上面的龙毛又比石莲花多 它是不可使用的 那它是整个的叶片外缘都会呈现红色的 很漂亮 这样 然后这个大颗的非常贵 当时我买这颗还蛮小的 100块 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我种的多肉植物 那因为我们的阳台的玻璃是Low-ear玻璃 它是会割 紫外线 你看似有阳光呢 但是它其实没有紫外线 所以我会 我又买了植物灯 植物灯 来增加它们的不足的光源 所以它们就可以长势非常好 好 那今天多肉植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很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帮我点点订阅按赞 谢谢 如果你们是有养多肉植物 要找室内植物灯的部分 你一定要找红色光源 因为它的光谱是接近太阳光的之外 蓝色的灯呢 效果比较会那么好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些 就是它有吸收到那个植物灯的光源 照射到这里 现在看到就是这里 所以它们会非常的漂亮 也翠绿 所以种植在家里面的植物 其实它都必须要一些光源的辅助 就这样 好 谢谢大家